大家好,9月22日第四部视频 台积电2纳米的制程获得重大突破 估计到2023年就能量产 已经远远的甩开了这个三星 三星呢,预计今年年底才会投入5纳米制程 现在台积电的5纳米都已经量产供货了 这个三星今年年底才能试生产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2纳米投产之后 很快就会被苹果、英伟达、高通等等 把产能给抢光 这是可以预见的 相信未来又会对智能产品 特别是手持智能产品 一次新的革命 会有更多更好的小巧的功能更强大的电子产品 与我们面试 这边是热闹灰盘 再看那边 那边更热闹 要投入9.5万亿 来发展内循环的芯片 看来这内循环的芯片确实是缺货 急了 你早干嘛去呢 9.5万亿 头上 很砸钱 撸起袖子来加油干 这不是挖沟 这也不是 拿出一螺子钱来 赏给那个民工干粗活 赏给这个 能够 说一路袖子一使劲 就能搬完这堆砖 或者是砌完那堵墙 你砸多少钱也没有用 你会干就是会干 不会就是不会 这个 涉及了大量的基础 学科 包括工艺啊 材料呀 你根本就没有 是全面的落后 芯片可以说是 这种综合科技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你有光刻机吗 你现在研发 研发研发不出来啊 你总是想着内循环 想着这个自己什么都有 世界上不是两个国家 总是嘴里挂着外国 中国不能靠外国 要靠中国 要自力更生 你知道这个芯片做出来 是多少个国家协作的成果呀 台积电在制成 在这个制造芯片的工艺上 有它的这个实业力量 实业优势 那些芯片研发 设计 有高通啊 英特尔 这些啊 有他们的实力 制造加工的过程中 用的材料啊 包括一些化学试剂 包括晶圆 包括设备 光刻机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那又有它的专业实力 你想把这些都自己完全解决啊 知道现在为什么全球都和你这个分割吗 都要和你脱钩吗 因为你是邪恶国家 博尔现在规则办事 大家都理解到 现在越多的生产能力 越多的科技成果掌握在你的手里 就越可怕 所以人家和你脱钩 你也想自己做芯片 但这个你知道芯片做出来是有多少国家 多少科研人员一起通力合作的结果 是由多少这个基础科学一起堆砌起来的 时间的沉添 金钱的堆砌 多少天才科学家的努力 才凑出了这一个结果 有美国 有日本 有台湾 有瑞典 等等等等 你也想一下就拿出好的产品来 现在中国的好像是产能能做到 28吧好像是 能做到28纳米 差多少袋 差个五六袋吧 你现在两纳米都出来了 得六七袋了 你怎么追 9.5万亿 你知道9.5万亿砸下去是什么成果吗 就像年初那个缺医疗器械一样 缺口罩一样 当时要积极发展这个防疫用品 口罩没什么多大的科技含量 尤其是用一次性的 竟然这个 把这个个地补贴一露出来 一群不学无数的恶狼就扑上去 挤灯着原来的厂家强迫卖给他们 或者是自己新投入产能来做 做出了大批的不合格产品 劣质产品 把这些东西趁着疫情抓紧卖给政府 让政府收走 赚了大钱 可那口罩能用吗 骗子实际上不管 这么低科技低档的东西 都赚的满满的 然后跑路 留下一堆不合格产品 你想这9.5万亿投线什么结果 那就是一大堆的晶圆泡烂 骗子们绕一圈之后 然后拿着补贴 拿着支持 拿着贷款 走路 原来不是有一个吗 上海较大的 骗了几亿 然后跑路 不也就这样吗 所以9.5万亿投下去 只会迎来一帮骗子 听说现在做衣服的 做食品的 都纷纷投资 转产 然后来做这个东西 好了 不聊了 拜拜